我们两个是异地恋 在一起快两年了 刚开始的时候 他对我特别照顾体贴 可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 他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 总是想让我以他为中心 甚至限制我的交际 他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只是关心他 在乎他 我就怕他在外面受欺负 可是他总是跟我吵架 他还总是想让我回老家发展 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只是想跟他一起打拼 为将来奋斗 他一切的行为 现在已经严重凝想了 我的正常生活 这样压抑的爱情 我真的不知道 还能不能跟他走下去了 一段爱情是如何的压抑 让爱情当中的人 产生了恐惧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白先生25岁 来自内蒙古自由之业 玄女师23岁 来自内蒙古护士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老妹 真好 好好好 怎么认识的呀 两位 我们当时就是 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聊着以后 两个人兴趣也比较合得来 再加上有一次 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 二尔多斯旅游的时候 然后他当着朋友的面 就跟我表白了 但是我也就接受他了 到现在为止几年了 两年了 对你好吗 这孩子 他一开始的时候 对我真的特别好 因为我不是在哈尔滨读书嘛 那边 然后他怕我在那边冷着 或者饿着怎么着 然后就给我寄的各种暖贴呀 保温杯呀什么的 而且还给我寄家里面 牛肉干什么的 特别照顾我 所以我觉得刚开始 他特别体贴 这不挺好的了吗 干嘛说害怕呀 压抑呀 怎么来的这些词的呢 他的控制欲就是后来 慢慢慢慢地表现出来了 就是他一联系不到我 我一不接他电话 就特别急 然后就开始找我身边的人 就像有一次 我们几个社友一起出去 给朋友过生日 晚上就没回学校 结果他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肯定听不着呀 KTV本来就吵嘛 然后他就给老师打电话去了 打到老师那儿 老师真特别着急 你说这几个女孩子干嘛去了 万一出点什么事 当然了 怎么办呀 对呀 然后本来学校就不允许 不归宿 我们也是偷摸跑出去的呀 然后第二天 我们回学校之后 老师就开始批评我们 把我们叫到办公室 说离上了我 当时差点受到 学校的处分 我觉得他不应该 给我老师去打电话 那不是人家判你出事儿是吧 对 你当时怎么想的呀 那会儿我给你 打了多少个电话 你不接就算了 他们四个都不接 你让我咋办 万一出了点啥事 你考虑过我吗 我觉得他就是想监视着我 所以男生其实 他的担心是对的 一个人不接电话 怎么一起去的都不接电话 哥我我也会担心 姑娘 为什么都不接呀 因为我们手机都静音 玩得那么开心 谁能固扰看手机呀 哪怕你给我说一声也行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去哪儿都得跟你报备一下呗 我说这 这没什么呀 你要嫁给他结婚以后 都是这样啊 今儿晚上去唱个歌去 跟谁谁谁 不是都报备一下吗 可是我觉得 我想干嘛 我就连点自己的自由都没有吗 理解 理解 除了这个呢 还有就是 他就是连我的暑假的时期 都要控制 什么叫要控制吗 就是我们那次放暑假 一起约了一个实习单位 想去积累点社会经验 本来就快毕业了 积累点社会经验 本来就是好事嘛 是是是 我就跟他说一件事 死活都不同意 我去那个实习单位 为啥 让我赶紧回报头 他其实就像我陪着他 然后什么都别干 你那实习单位靠谱吗 这么正规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不靠谱的呀 行 我问一个问题吧 你这就不说实话 男人你知道敢做敢当 我问一个问题 都不好回答 我们俩是异地吗 嗯 你想我不 想啊 想我为啥你实习 你不回来呢 但是 这是心理话吧 对 不就这才是心理话吗 暑假了 你就应该回来 好不容易盼到暑假了 你不回来 我是吧 对 他可以来看我呀 那他可以来看我呀 对 你可以看人家呀 每次都是我去看他 你老看他是吧 对 老是我 也就是说你们两年 异地的过程当中 都是你看他 对 都是我去看他 我放假也回去呀 又不是不回去 我一放假回去 他就把我时间 控制特别紧 他意思是我天天得陪着他 我什么都别干了 回来的也少啊 回来的少是吧 对 你就想跟他腻在一起是吧 是的 他你所谓的 他管束你呀 或者管制你 管你交往什么的吗 对对对对对 管我交往的朋友圈 交际圈 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以为他就是单纯吃醋嘛 我当时还挺心灵的 我说男朋友为我吃醋 说明他心里有我呀 没想到后来直接把我和别人的联系方式 直接切断了 他直接把我QQ上的好友都给我删了 所有吗 不是 就是男性 这是干啥 对 我就是不想让你跟别的异性 都有接触 这很正常嘛 所有男人都这么想 不是 你可以这么想 人家自由地接触可以的 你真删了 他删了他特别理直气壮 我给他打电话问他 他说对 就是我删的 我真的特别生气 而且他就不光限制我和异性 他就连同性都要限制 这怎么限制 我跟闺蜜出去玩 他都不允许 就是 就算他允许 他最后也得给我搅和黄了 这怎么搅和 我们几个一起出去吃饭 但是他答应得好好的 说你们一起出去玩 玩得开心点 好好吃饭逛街 看电影什么的 结果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就给我打电话 我第一个电话我接了 我说喂 你干嘛呀 他说我就问问你们在哪呢 然后我说在哪在哪 他说那行了 我没事了 结果没过十分钟 他又给我来了个电话 我一想 这肯定没什么事 我就没接嘛 几个朋友在一起 我老接电话 他想什么事呀 然后他就给我朋友打电话 就跟饭桌上那铃声 此起彼伏 我们那顿饭吃得特别尴尬 这是为啥 不是 你想玩可以呀 但是我可以陪你呀 哪怕是 咱们去逛街 看电影 吃饭都可以 人家不想老跟你腻在一起 这个有点弄不下去了 还有吗 还有过分的吗 有 他甚至就是跟踪我 我们两个约好了二十号见面 结果他十八号其实就到了 我哈尔滨了 但是他没告诉我 然后呢 这两天他一直给我打电话 就问我 你在哪 干嘛呢 跟谁 然后其实他早就在那窥探我了 检验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我真没有跟踪他 我真没有 我就是想看看他这几天做点什么 我也是担心嘛 你确实提前去了 对 这我确定 你确实看了 然后给人打电话 对 他因为一个人我也害怕 就是碰到坏人呀啥子呀 后来你怎么知道呢 姑娘 我给他买返程机票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怎么是 十八号就来了呀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边也没朋友 也没什么的 你来干嘛了 然后他就如实给我说了 而且当时还 特别挑衅那样说 我就是在考验你 恭喜你通过考验了 他这种关心 已经超过了关心的那个底线 让我特别受不了的那种感觉 我本来医院就忙 结果他老人家骗我说他生病了 然后给我科室打电话 说他四十度退不下去 我当时什么都没想 我觉得他肯定是什么大病呀 怎么着 我赶紧连夜赶飞机回去看他 到了家他就是一个小感冒 吃点药就好了的事 而且体温都不到37度 人特别生气 我不说生病 你能过来看我吗 我只能用这种办法 把你挺过来 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他这个幼稚的行为 导致我回去以后 领导就批评我 当时全科室面批评我 说你这孩子怎么不 这么不懂事 这么大人了 咱们科室本来就忙 然后你还请那长时间假 他就从来没有考虑过 我的工作 所以你要提出分手是吗 是 我现在在纠结 我不知道该分还是不该分 因为他毕竟对我那么好 你说我不能一下子 就把他那些好都抹掉吧 不是 工作就比咱俩的关系 都重要嘛 咱俩相处也有两年了吧 你就没有考虑过 就咱俩的感情吗 我怎么没有考虑你 做这些严重的事情 我最后不都原谅你了吗 每次都是我去看你 都是我在付出的 我问问你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没有 没有谈 没谈过 初恋 你害怕失去他吗 我害怕 你想失去他吗 不想 真的不想吗 一会儿老师说的话 你全记住了啊 你这么做 肯定你女朋友保不了 来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是觉得这一桩恋爱里头 您口口声声地说 担心他遇到坏人 但我现在觉得 他身边最危险的人就是您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假如他真的跟您分了 您打算怎么办 接下来 其实我不能说是控制吧 就是我所做的行为 摆在你面前的几条路 A 死缠烂打 B 扭头走人 C 报复他 A 死缠烂打 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他分手 眼前出现了这么好的一姑娘的时候 你希望把她紧紧地转住 是这样吧 是 小伙子 您的战友欲控制欲太强 你不懂怎么爱一个人 我建议你做一件事 用手使劲地去捏住一把纱 你越用力地去捏着那把纱 纱一定会从你的指缝里溜走 但如果你是用手轻轻地把它捧起来 你不去捏它 那把纱就会在你的手掌心里呆着 如果您只是因为不懂怎么去爱一个人 就不停地在脑子里过这个画面 和回家去找一点啥反复练习 看看能否让你懂得女孩子是需要呵护的 需要给空间的 不能够用那么大的力气去努力赚取的 好不好 而在你练习完这个之前 我也希望你能够给女孩一点时间和空间 她已经快要窒息了 她在这一个觉得危险和快要窒息的一个状况里头 你做的任何一点努力 她可能都会反抗和挣扎 她想推开 她推开也许不是为了拒绝你 只是为了推远一点 让我呼吸一下 我喘口气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们都需要冷静一下 让两个人的关系不要往前激化 今天我主要都是对小伙子说的 但我想您应该听得懂 您刚刚有说一句就是 她对我那么的好 所以我很矛盾 很多那一些好不是来自于爱 只是来自于战友 所以保护好自己 先往后退几步 男孩 当时是你追着他吧 对 我追着他 你觉得他漂亮吗 漂亮 你觉得会有很多的异性跟你有同样的想法对不对 这个不清楚 你没问过吗 有没有人追你啊 因为你们现在是 无论是 在那托柜里面 你有一种好 我看你 我看你 这应该是 不清楚 尽量的 你生意 你 要不清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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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是融入生活 不是占据生活 它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你明白吗 所以你的这种控制欲和占有欲 充斥了你的生活 会让人觉得可怕 你何必要让别人把你想成这样的坏人呢 其实无非就是 你希望得到他更多的重视 因为他没有给你更多的回馈 他没有主动来看你 没有主动联系你 没有在放假第一时间选择回来看你 你心里不平衡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女生 你也需要就是多在感情当中投入一些 我理解 这个时候你可能觉得工作很重要 在发展事业的同时 如果你觉得他照顾你有加 对你非常好的话 想珍惜这个人 就也同样地付出一些 对不对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一句话可以证明 这个男生其实并不是真的爱你 就是如果 这个女人不属于你 要离开你 你却依然要死缠烂打 限制她的自由 那显然你是不爱她 你们俩人对话当中 有两句话让人记忆深刻 第一句话是男生所说的 男生说不 我这是在保护她 然后主持人问 女生说 你为什么不走呢 女生说 我觉得她其实有的时候 对我还是挺好的 你认为这种保护是一种好 现在的女生也不知道怎么着 她好像分不清楚 男人是对你好还是不好 一个男人一大早给你买早餐 牛奶面包端到你的床头 你觉得她对你自己特别好 但前提是建立在 你听话的基础上 你要是不听话 那么那个对你百般献殷勤的男人 就会成为最不讲道理 最不能容忍的那个人 这种好很可怕吧 所以所有的好都是建立在你自愿的基础上 我愿意接受并且享受这一切 那好就是好 如果我已经变得反感了 你还要这样 那很显然 她只是想把你弄成一个提线木偶 而等到有一天你成为最听话的那个女人的时候 最先讨厌你的 其实就是这个男人 因为你已经丧失了自己的魅力 所以女孩子一定要分清楚 男人哪种是控制 哪种是真为你好 你看有些男生对你好是哪种好 特别宽容的好 你让我站多远我就站多远 因为我尊重你 对不对 你反感我就走远一点 是吧 你要是喜欢我就近一点 但是他往往把这种男人称之为是笨 称之为是老实 倒喜欢那种进攻心的 认为那是一种魅力 那是一种男人的勇气 但是这样的男人很危险 任何的好都建立在 有距离的尊重的基础之上 这不是爱好不好 他所有的对你的好都建立在你听话的基础上 如果你不受控制 他就不会对你好 就像刚才明娜老师问他说 那如果要跟你分开你怎么办 他选择了 死缠烂打 请你们理性地分清楚 哪种是对你们好 好一定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之上 谢谢老师 至于男生 我只知道一点 别拿初恋来说事 别拿说我很喜欢你来说事 没有这样的 你做任何一切事情 都要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说我宁你一下 我也觉得我是爱你啊 你舒服吗 你肯定不舒服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是尊重 你连别人的行为都要去限制 你还要背后去侦察别人 所以不要干这样的事情 不要打着爱的名义 去做任何你想要做 而别人难受的事情 对于你来说 不是初恋如何结束 是学会如何尊重 就这样 听明白没 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要觉得不爱了 你就跟他说 你说我不爱你了 我们俩你放心 这小伙心里会很难受 只要你说清楚 他绝不纠缠你 对吧 兄弟 对 好了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谷发红糖 真情六十秒 咱们两个吧 其实在一起两年了 两年之中一开始 你对我的好 我真的以为真的是好 可是后来 你对我那些控制 我觉得让我特别窒息 现在我觉得咱俩的关系 可能我需要重新审视一下了 而且就算我离开你了 或者怎么样 我就希望你赶紧找到 下一段幸福吧 我知道我所做的这些行为 就是让你有可能 产生一些误会 但是我就是想让你回家发展 这是我的真正的目的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受苦 我也舍不得 我希望回家吧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这一队的选择 请开 也好 也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